星期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朋友们来一个小道加餐 今天带来两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光刻机 第二个板块是半导体 那我们先看一看大盘的走势 先看大盘 这个是周线图 周线图大盘三连因 而且周线要来到20周均线了 20周均线代表什么 这不就是一个止跌信号吗 这个位置能不能止跌 具体的点位3022 在20均线有一个横盘整理吗 所以现在大盘在20周均线要进行横盘整理的时候 我们就得有一种思维 你看大盘来到20周均线的时候 就是下降趋势来到20周均线 这也能获得一定的支撑 就像这里 这不也都获得了一定的支撑吗 所以大盘现在在这位置来到20周均线 这个附近最起码他应该震一震 如果这么震一震 那个股就来机会了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 现在大盘呢 光刻机 咱们先说日线图上啊 日线图 他现在正好在20日线附近 如果再一展 可就到20线上方了 如果再缩小一点你来看 现在呢他已经来到了一个小的上升趋势 你看这里 通过回踩 这不是20日线支撑上去 上去之后这都没有破呀 就破了一天第二天就收回来了 这也是你看看 刚破现在就要收回去 如果重新能收到20日线上方 那这个光刻机是不是就来了 我们再从方向大来看 现在呢经过下跌整理 又到了一个起涨的位置 现在光刻机我们希望它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都已经有大量的资金往里冲了 你包括咱们的集成电路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他们如果没有光刻机作为支撑 也就是没造不出来好的集成电路芯片什么东西 那可不好办 而现在呢光刻机又涉及到一个国产替代 你看外面呢现在都口口声声的 要造出三纳米的了 我们现在呢还在努力攻关七纳米 那位说这也差不了多少 三纳米七纳米能够咋的 不是这样的 人家都已经又往两纳米去跑了 那么你别看这一纳米 那位说这一纳米有啥关系呀 一纳米那中间差着多少代 而我们现在七纳米都费劲 十五纳米是我们的标配 那么所以说就我们跟人家差一大截 包括什么阿兹麦呀 还是说的跟台积电呢 我们跟人家差的太远了 那么这个位置正好也是我们叫后发优势 所以说光刻机也好 还是集成电路也好 还是说的我们这些东西 那么它未来都面临着一个不是国产替代 而是我们要迎头赶上 所以呢咱们中国人也不笨 那么这个位置应该能不错 那么我们从大的方向来瞧瞧 大的方向 这就是光刻机 现在出现了这种 而且呢是长期下跌这种 如果再往更大一个级别看 光刻机现在呢 还是有很多资金在这里面 因为这属于长期介入 这都没走 那位说这真的没走吗 这没走啊 那么这个位置如果想起来的话 它只要能翻到二十线上方 我们拿着二十线作为长期趋势 是不是也可以 不行 我们拿着二十线作为一个短期趋势 因为长期呢得看六十线 所以必须站到二十线上方的时候 我们再给这地方介入 那么大盘在这呢 咱们指上证指数吧 大盘在这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回撤 这个位置三千点甚至再往下能不能撑住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毕竟今年呢 从二月五号涨到现在 涨了将近百分之二十多 那回撤一撤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再往下 掺个一百点也可能 是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人家就不探 直接上去行不行 我们现在防守的 就是说担心他往上上 如果这个位置能直接往上上 可能高度不会很高 但是这个位置只要一上 你总得有品种啊 所以带来的第一个板块 就是光刻集 另外大家再来看这个板块 半导体 那位说半导体帮主啊 你就是爱不用说了 因为半导体我们都太能啊 太知道他了 但是你来看这啊 不一样 半导体 现在呢距离二十线还有一段 也就是他现在还在二十线上方飞呢 这种情况二十线上能保持住 是不是很不错 而且长期以来 它是下跌趋势 并且呢经过了充分的洗盘 我们再往远了看 远了看 它是属于长期下跌呀 如果再往更远一点看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过山的走势 就是机构在之前是深耕的品种 如果再缩小一点呢 机构来回的深耕 人家通过洗盘到了四千点 那么现在又跌回到一千四 从四千跌到一千四 下跌的够多了 也就是这一波洗盘已经够充分 如果未来要是上涨的话 我指的是大盘 那么总得有板块啊 现在什么东西最能上涨 新制生产力吗 而半导体光刻机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新制生产力的东西 半导体呢 元气架也好啊 还是机程电路啊 就他们都是属于咱们高科技扶持的 现在最近呢 这大基金又来了 大基金的三期 像什么半导体呀 元气架呀 光刻机呀 机程电路 这些东西都要受益 尤其这个位置 上一周的时候又出来了 还要扩大投资 你想想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能不错 好 最后我们再梳理一下啊 大盘呢 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三连银 周线三连银 但是周线三连银呢 从日线看 这个可是跌跌不朽 高点 不断的创新低 低点 也不断的创新低 周五的时候 还收出了这样一根纺锤线 代表着市场在这个位置分歧非常大 假如我们这个节日期间 就是周六周日加周一 那么这个几个期间 现在放出了一些大的消息 现在呢市场就能往上顶 那么在周五的时候 我们曾经就是市场上来了消息 说的呢 就是要摆一些个 可能就是跌停板的 或者是说 给这就是出现那种退市的没那么多 你看现在一接到问询函 那大家都瑟瑟发抖 谁家接到问询函 基本上这个行业都开始往下跌 那么跌停板的也大有人在 你就像上周五的时候 就连券商都是牛式的骑手 鸟变渣男 啥意思 券商不就也那爆雷了吗 那么如果券商这个位置 要是不能够澄清的话 别看现在就一家爆雷了 天风吗 那么其他的都在跌了不老少的情况下 如果要是发酵 那个郭某旭 如果他要是再爆雷 那其他的券商要跟着跌的话 那这一个人仿锤线就说明问题了 就是下周还要会下跌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说要是这些东西出了澄清 也像周五那一天 说了点不疼不嚷的 就是给大家出了一根宽心碗呗 啥意思呢 就是大盘这个位置呢 一直在有人给咱们发棒棒糖 就是一面一个巴掌 然后这面呢给你个填枣 那么现在呢 大盘又有人给咱们发棒棒糖了 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的棒棒糖 就是很小 让你舔一口 尝到点舔它就行 如果这个位置要是券商也好 还是咱们那些个 就是要下跌的股 问学寒的 那不有很多要退市的吗 如果真的要去减少了 包括券商也能行的话 那大盘在这个位置 借着这一根线 如果下周来了一根上涨 那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小型的底分型 那接下来如果再涨几天 那是不是也不错呀 那么上涨的时候 我们中间有股啊 所以给大家带来半导体 光刻机 希望朋友们好好梳理梳理 那么半导体也好 光刻机也好 它们都在二十线附近呢 一旦这个位置 要是在二十线上能飞起来 是不是也不错 好 我是股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那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呢 明天中午的时候 股邦有个策略会 直接想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中午的下周策略会 见